沈月被骂上热搜,只因一个不确定的角色,网友真是容易招黑呢? 说起这个沈月,相信大家对她都比较熟悉了吧? 为什么这么说呢?这个还真的是不好说呢? 但是说起来,这个沈月的颜值其实也是蛮可爱的,是非常可爱的那种类型,当然她确实是不那么漂亮, 不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的一部电影呢? 最近这个沈月也因为这个电视剧登上了这个热搜,当然是被骂上去的, 因为网上传的说是沈月将主演出演这个女主角, 这也就是沈月为什么被骂的原因,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会被黑上热搜的原因呢? 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沈月,这不是很有这个热搜的潜能吗? 说起来她可以走这个流量路线了。